保姆车被打成筛子 缅北白家大少被伏击后坐什么车 白英能是缅北四大家族白家掌门人白所成的大儿子 他和弟弟白英仓完全不同 白英仓的性格相对比较张扬 平时开兰博金尼和劳斯莱斯等豪车 而白英能则比较低调 这一点从他的座驾就能看出来 以前白英能坐的是丰田阿尔法保姆车 这车在缅甸并不贵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它 2021年2月5日中午12点 白英能在腊虚忙完事情后 与前来等候负责安保工作的国赶自治区警队车队一同返回国赶老街 不忠 车队遭到伏击 当时车队中的丰田阿尔法和丰田皇冠军经历了枪林弹雨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 总共造成12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护卫和九名无辜平民 之后 三名护卫的家属分别拿到50万辅虚金 九名无辜平民的家属也分别拿到了5万辅虚金 经历伏击之后 白英能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本以为白英能会把自己的座驾换成防弹车 结果他把座驾换成了清一色的雷克萨斯570 每次出行都是浩浩荡荡的车队阵容 之后他随机上一辆 据说这样可以有效分散风险 除此之外 白英能还加强了自身安保 无论走到哪里 背后都有真枪实弹的安保人员跟随着 真是应验了一句话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故障 辅分 Ba 这是 descri 把